头顶痛啊 现在宇宙里最后的那个光线 它的共振度又强 比我们宇宙里的太阳要强很多 它一强以后 它把人的意念共振起来了 原来太阳光线弱 太阳光线弱就很难 把人的意念做共振到有同样的想法上 而外星人一直想把地球人的那个混合自己的意念能够感应到 但是由于 由于太阳的原因 所以一直不能 没办法实现 一直没办法实现 现在又在外面另外灶了一个太阳 那个能量很强啊 从这个人脑袋里睡过去 进到另外一个脑袋里 反过来 反过来做的是个 别人的脑袋东西 睡过一个 然后又睡到人家的脑袋里面 慢慢慢慢互相感应了 感应能力不然来好了 感应能力不然来好的话 人家又有什么坏的念头 马上人家就感应到了 人家就牵着他 或者他也知道被人家知道的他的想法 所以慢慢慢慢 我的意念 我的意念 就慢慢慢慢 就压下去了 好的意念慢慢上来了 这个外星人就 因为他们所出的环境就是这样的光线 但因为他们也以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地球周围的环境虽然是差了一点 没想到那个差到这个程度 互相不能感应 不能感应的原因是在太阳上面 现在这个光线一来以后 真的一年就可以 可以长长的共争了 可以从这边再讲 我马上放这个消息 赶紧个反馈给宜州人民 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好消息 他们要想实现的 实现的那个目标 有可能能够实现了 有可能短期的能够实现了 因为人家 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感应 现在能够感应了 能够感应的原因是在其他 宜州里面最近造了太阳有光线摄过来 设到我们这边一个 设到我们这边一个 设到我们这边一个意念 就互相直接能感应了 互相直接能感应了 互相直接一能感应一个 那么 外的东西慢慢慢慢 要下去了 外的东西包装 要下去 三点东西慢慢 上升起来 像奥巴马这样 专门干坏事 他又怎么想法 人家就破绝了 又怎么想法 又要破绝了 又要向他们游击写票 又要到那边就收回写票 很快就被人家制造了 这样下来就 逼着他们不敢行动了 这次又是一个意外生活 又是一个意外生活 一告诉你 他们就没想到这个事情了 原来问题错在太阳上面 是错在太阳上面 好 好 他们说 再见 叫我多观察观察 他们有个更好 更强的信心 原来他们也绝望都不得了 后来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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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